本土人工繁殖的成功 就预示着我们国家的生产海养殖 将会有一个新的养殖对象出现 那么就可以 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个黄蛋铁生 靠进口的问题 截止到目前 茜丝已经建成的 沈济祥的海洋牧场达到46处 其中国家级的海洋牧场 而使出 越占全国的1% 因此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